看一下吉亚对阵朱雀的第二局上半场 东旋属于是确实硬着头皮掏了 破轮其实是真的可以 但是没有掏的原因 可能是最近东旋没有在打或者没有在练这个破轮 因为这个阵容 我觉得破轮是个不错的选择 你无论抓乔久抓乔香 抓乔久抓心里抓那个入练师其实都可以的 但红蝶真的 压闪现秒调久师 抓入练 入练的话是飞轮双弹 怎么想都好难啊 这个红蝶真的求生者感觉不给点失误 能平但是不能赢 因为这个阵容他并不具备那个打架能力嘛 所以说红蝶以一个正常时间击倒 针对一个打想保平其实是可以的 除非入练师真的能够灵就给到一波 断大节奏的机会啊 看看这一轮 找到第一个人还是无心的佣兵 其他人的话都在躲 或者都在拉点 开局已经不是特别有力了 就算是耗掉无心的护臂 那又怎么样呢 你不能把他击倒吧 你打一刀他 他心里吃个移情 那都是个满血 无心这边还回头看一眼 来呀 再跳一个护臂 回头找这边的承载 这个开局 有点难受 至少现在来看的话呢 这个开局红蝶他并不具备赢的免了 因为这边你抓入练师 直接闪现开地的 你抓入练师 入练师可以交灵救 可以拥兵救 怎么样都可以救 对不对 而且入练师现在手里面还有个飞轮 我还能给你操作 蝶断飞轮 漂亮 这四个人感觉就 没有一个短板 没有一个是可以抓的 没有一个是可以抓的 一刀好的 密码机总量加起来两台半 你说机子呢 其实修的还行 两台半 因为毕竟球者前期在拉点什么的嘛 但是呢 因为时间上面挂上人已经2分10秒了嘛 他们离那个破译加速起的时间就更短了 直接交灵鹫 这个灵鹫东旋一个地还飞不到 根本不给你任何真剩的可能性 对不对 你可能救人过程当中还能追双岛什么的 我连人都不救 那你怎么办 这边入练师 反正就现在对于那个什么呢 现在对于加的穷者来讲 哎呦我天没飞过去完了 这波博命结束了 就对加的穷者来讲 他们这种打法就是什么呢 滴水不漏 你可以跟我们保平 但你不能跟我们增生 你赢不了 我们第一局拿下的是4分 这个分 虽然说没有5分那么的吓人 但是也够了呀 看一下 手里面还有个博命 这波的话压好以后就 因为这边入练师是没有大音障的嘛 所以说这边针对这个入练师打呢 东旋还是有保平的可能性的 还是有保平的可能性的 这边东旋顶过来追 追双岛 这个博命结束 密码机 一刀 五星这边的话知道自己跳护臂 好像可能也有可能吃刀 所以他没有选择跳这个护臂 而是硬吃这两刀伤害 然后先把这个护臂留下来 转而来用开门颤这个护臂来打 反正机子能好吗 这波博命档的机子能好 东旋这边通缉到的是佣兵 看一下佣兵的位置 这里的话拉一个追远点 飞轮交掉 佣兵这边直走地交 门没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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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者这边怕 觉得可能机子不够 门不够 全员拉开 全员拉开 佣兵反手过去点门 加这些人的开门战 怎么能打这么好啊 加的他们的开门战 他们上一把也是通过这样的开门战拉扯打出的一个 就是从三抓四抓被打成打出一个三跑 无心这个救人位真的 身价暴涨 这边都已经不跟你玩了 对啊 我知道我走不掉 也拖不到挽留结束 不玩了 平局 这时候我刚给大家讲到的就是 加这边已经很明显 他们态度很明显了 就是可以给你平 但是不能让你赢